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197.5 陈谈16进8的一个淘汰赛 观战方是钓鱼岛 对战方是猴哥 实情化衣服战队 那观战方这边 还是上的盘斯武装 咒识加魔王 开了一把龙阵 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四宝衣 女儿 盘斯 武装 三风体系配合化成寺 保着一个无穷大的新版魔王 开了一把鸟阵 小克的观战方龙阵 5% 比较可惜的是猴哥那边 鸟头尾 大花卡的女儿村 并没有拿到医素 这个四宝衣上的也是难受 鸟阵开的也难受 没医素 双风血有医素 打你三风血 一点都吃亏 唯独观战方这边 他上的算是一个 卡素盘斯吗 算 但又不算 算又不算 主要是观战方这边 盘斯也并没有比自己的 化身似速度慢 主要还是因为 猴哥那边 风系上的比较多 又开的是一个鸟阵吧 所以看上去观战方 盘斯 像个卡素盘斯 实际上 不是 实际上不是 有一宿武装 猴哥那边 女儿村的游戏 点不会很好 猴哥那边 是哪来的女儿村 他不是画饼吗 他不是盘斯吗 听说是 女儿村的号还在 但是套的是 队友的装备 所以又有了 这么一个女儿村 笑里藏刀 控愤怒 那对面民宿 放金青的话 那就看 带瓜这边的愤怒控制了 这也一直是一个问题 那猴哥摆出这么一套 这种很明显 就一个思路 我就是来跟你拼运气的 咱不是调侃的说的话 就是实打实的说句话 就是猴哥拼实力 你肯定是拼不过于岛的 但是拼运气的话 那就不一定 在这里也是恭喜 这魔王带笑里 是真的到位 是真的到位 笑里猴 笑里猴 笑的是太到位了 猴哥那边 确实是连续三个月 进入石榴桥 你管他运气也好 实力也罢 最终人家是进来了 看成绩 看成绩 最终是进来了 达到了猴哥的目的了 那就还不错 这把飞镖是干什么的 打毒的 猴哥那边 打蓝盘斯 秘传 有没有 没有无穷纳 但是伤害是相当的高啊 鸟阵 秒五千多 四千多出暴 大哥这才四个回合呀 你才四个回合 你无穷纳 把人家霸装子秒死 不合适吧 但前期猴哥那边 应该是还能缓得过劲了 一把笑里的藏刀 再给女儿酸 女儿没有动 卤装盖罗汉 女儿 哎 女儿辞行了啊 她没一速被笑了 女儿辞行了 想救起化生死啊 这就没一速嘛 你说这女儿酸 抢不到一速 多尬呀 这鸟头大花卡 抢不到一速 还是有硬件的差距的 这个确实有 当然猴哥的魔王还是很给劲 这连是曲斧没有进入石榴桥 在即西大老街 雪山 鱼岛 火多山 以后 又一个豪门 无缘石榴桥 这就是现在的小祖赛 危机重重 任何一个服务器 都有翻车的可能性 鱼岛今年是有一次 西大老街今年都两次了 这一年是曲斧 三胜 没有进入石榴桥 你说打个小祖赛 整天担惊受怕的 也不容易 这化成四倍秒死了 咱最离谱的时候 是见过一个无穷的 秒五 密传法术 秒五的话 是出过四个无穷的 那个就很离谱了 如果猴哥运气到位 说今天手也洗了 脾气也上来了 香也上了 那把关帐方 秒死几个关键单位 那说不准 那关帐方也容易翻车的呀 运气现在对于 这个PK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这就看猴哥 有没有这个脸了 直接推拿 很果断 那没问题了 前期 药也比较多 其他队友的血量 也相当的饱满 推拿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这钱得消耗 猴哥这花生寺啊 怎么不变 这个卡啊 变不回原造型 没变换卡嘛 换卡是可以变回原造型的 没变换卡的话 变不回原造型 看不见血条 这大花 个子太高了 花生寺继续叠人心 预岛这边是 也是拼运气 如果出无穷大 还能把这个局面打开 如果出不了无穷大 只能是依赖 杀人力批了 可以通过杀力批去打开一下局面 米传有没有 但伤害很高呀 打开局面 有紧箍咒去守尸铁啊 再配合着前排强势的宝宝 也不错啊 也不错 也是一个办法 偷龙啊 打蓝盘四啊 偷龙转缝 直接把魔王的蓝量 全部打空啊 全部打空 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回合啊 会恢复 10%的蓝量 持续8个回合 这个东西是解不掉的 那就持续8个回合 你吃什么药 用什么特技 没用 解不掉 宁治术给魔王 龙三位的魔王也想抢一抢速度 跟鸟阵魔王还想抢速度 这不开玩笑吗 你就是再有装备差距 你鸟阵魔王怎么着 也比你龙阵 你降速度降得多呀 你这个魔王想抢速度 是很困难的啊 哎呀 他抢到了 我就真服了 他咋就能抢到吗 有速度圈 啊 你跟加10% 这减20%啊 这个差别确实很大呀 而且一般魔王也不会加速度 还真抢到了 你厉害 杀了一批 降临起 战地也加 目标 对面女儿的村 猴哥那边就这点难受 女儿没抢到一速 可惜了啊 利批 一万五 直接带走 干净利索 后续就是观众方这边的一个手势问题了 应该是不可惜了 也不可惜了 谁对面的一个手势问题了 看净利索 还有一个手势问题了 好 在这边的手势砍 就算是否我 了 一般的手势砍 这魔王能抢到速度 先例加上 再来 猴哥的盘斯 6500 有紧箍咒 魔王看一下秒多少 秒2400 那这个血量没问题 山豹加了口血 盘斯扛了下来 女儿现在也问题不大 贵魂的 这鱼岛也不大好守尸体的 开玩笑呢 猴哥也有东西的 女儿直接 起了个塔 对 我就说嘛 你还不如起个纸呢 残血起塔 那不骗自己吗 起个纸的话 就安心很多 大死亡 还是想针对 这个鸟串 再来把笑里藏刀 冲一下魔王 不给金金 秘传 五千 四千二 这盘斯 这个血量 应该是 古不死吧 介于能 古死和古不死 之间 善恶 也是去跟了 对面的女儿村 又卡了一物龙丹 古不死 有武装官的邓 又卡了一物龙丹 比较稳妥 又是一把金金 关掉风 这边空分路 也空不住 猴哥那边 还是金金 想放 还是比较随便的 虽然猴哥那边 没抢到一锁 但是二三四五 剩下四把速度 全在猴哥的手里 所以关掉风 这边 想去 极致的 效力藏刀 也没那么容易 也没那么容易 喊斯满血了 继续套女儿村 见面同心 抽魔王的蓝 这现在抽不空啊 头龙转凤 每一回合 恢复10% 刚才魔王 又卡了一个 回来回溯啊 你现在想 抽干魔王寨的 篮就比较困难 可以针对性的 来处理一下 关掉风这边的一个 咒势不多 这个点的篮量 还是比较好控制 法西兰本身就多啊 你不好 不好抽他 感觉这场猴哥那边上一个 常规的落花成泥的盘斯 可能会更好打一些 主要猴哥那边还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鸟头位的女儿 拿不到一速啊 这个确实是想不到 一位都将 你想 关掉风武装这边 也没有神马宝宝呀 这杀了一批鬼魂的呀 那肯定不是神马呀 要是神马宝宝也 也没效果呀 现在 但是对面依旧没一速 还打了速度圈呢 关掉风这边还没有速度圈 双方速度差别 大的有点离谱了 都是一个神马的问题 你看 对面有速度圈 关掉风没有速度圈 你照样没一速 凝之术 再给武装丢一丢 咱们看一下 猴哥那边 还有没有意思 那鬼魂宝宝就是武装的啊 有很多小伙伴 不认识这些宝宝的位置啊 看想这门 这把凝之以后啊 还有没有一速 还是没一速 关掉风武装 还是一速 所以说也不是特技的问题 双方得差多少速度啊 砸了个钱 扔了把尺子再防杀利P 落花车你再给 一位杜江 关掉风也是 抢一把速度大 死亡直接拍中 这一回合 关掉风目标 就是对面的盘斯啊 死亡宝宝跟谁 杀利P就劈谁 这都是一个常规的规律 利P P盘斯 有没有队友 没有队友 满血队友 也不去贴一下 大死亡 当前回合 能刮到700血 这个地底 能刮700的话 女儿车也没了呀 出个暴击1500 女儿车也要被鼓死了 关掉风这边 还有个魔王呢 还有个大魔王呢 哎 猴哥 这没了呀 你传 8777 不用算了 直接没了 就剩下一个四宝一 宝的这个到底啊 没死 剩下四个全没了 速度慢 还是可以多活 那么几个回合 速度慢也是有好处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啊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珍宝阁跟对手的那场比赛 是对手直接放弃了啊 所以说珍宝阁那边的比赛是没有的 没有的 感谢大家收看了 谢谢兄弟们 114 暂时 adv termin 的话 mens hij generational 拜拜 他是鬼